我們不露去中國學生 中美科技競爭注定會是未來20年這個世界的主旋律 如果我不說這裡的話呢 大家可能會認為是在街頭 但其實不是的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珠海寒仔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啊有一名中國留學生在日本 強制環抱了一名AKB48的前女團員 被日本警方逮捕的時候呢 她謊稱自己是台灣人 還沒有加個中國 是直接說台灣人 是台灣留學生 而不是中國台灣留學生 結果被日本警方發現 她是中共國的留學生 拿了紅色護照 日本媒體也在今天上午報導了這件事情 說這名中國籍的留學生啊 真實的身份以及她造假 說謊這也是台灣留學生的事情 有沒有非常搞笑 有是台灣人 沒是中國人 沒是中國台灣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外面不能單說個台灣 必須說個中國或是中國台灣 而其他省份呢可以說 我來自上海 我來自湖北 這都沒有關係的 前面可以不用加個中國 但一旦有任何榮耀的事情 不管你是來自哪個省份 就必須說 我是中國人 咱們都是中國 一旦發生丟臉的迫事啊 國際上的迫事就會說 我是台灣人 I'm Japanese 我是韓國人 我相信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 大家在這個影片上看到了 還蠻多小粉 這樣做的對吧 還有一個教學影片 去外國大鬧就說 I'm Korea I'm Korea 對不對 原來台灣一直在你們的淺意識裡面啊 跟韓國跟日本一樣 都是獨立於中共國的啊 不然你們為什麼要說台灣人 台灣是中國的 你這樣講 這樣不等於也說 譬如說你是上海的 你在國外犯的事 你雖然是來自湖北的 還不都是中國 是吧 所以你肯定不會這樣講 你一定會說日本台灣或是韓國 所以你自己是不是台獨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中國王前幾天啊 拍攝的珠海航天展 你們要不要也去說 那些參展的人 也都是台灣人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觀眾包 如果我不說這裡的話呢 大家可能會認為是在街頭 但其實不是的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珠海航展 大家可以看 後面我的魚影20多厲害啊 是我們國之間盾啊 但是呢 就在距離10米的地方 你看 這麼多的垃圾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今天我韓展 大家帶了東西 甚至帶了塑料椅 來這裡做 來這裡吃東西 人走了 垃圾就留下了 你看 真的是一地雞毛啊 我們的中國的國力 一直在上升 我們的軍事 也求見的開始厲害了 但是跟我們的生活水平 形成鮮明的反差的是 我們的數字在哪裡 我真的希望 各位家長要以身作則 出到外面呢 要把我們的自己的垃圾收好 其實在後面就有垃圾桶 甚至在這邊 我隨便拿過來 走兩步就扔掉就行了 但是沒有人這樣做 我真的是覺得很辛哈奈 但你說有沒有像山崖海灘啊 或是中國的海灘啊 一些度假的地方 甚至是這個出海航天展 這樣的垃圾誇張至極 在地板上 隨處可見 像廢棄的這個城市一樣 有像這樣嗎? 我相信生活在台灣的人 近這幾年是非常少看到這種狀況 我就拿我參加青鳥運動來說啦 我自己還去幫忙當這個收垃圾小組 我每個半小時都會走去這個場內 對不對 在椅子上問人 你們身上有沒有喝完的礦泉水 有沒有吃完的垃圾 還是你們有不要的標語的紙 通通丟來我們這邊 我後面還有跟很多垃圾分類的嘛 請大家把身上的這些回收的 不可回收的都丟我們這裡 活動結束之後 地上確實還是有一些零星的小垃圾 注意啊 真的是零星啊 如果要跟珠海航天展比的話 這個垃圾率在青鳥運動大概就是3-5%啦 不誇張啦 我人在場我收垃圾的我不知道嗎? 小粉豪你們自己啥樣子還要我說嗎? 我們就拿一個萬里長城的鼻涕跟毯 在這個城牆上的地板上多少了 這需要我說嗎? 除此之外 最近還有一名中國留學生拍片痛罵全世界 說全世界一刀切的抹黑抵制中國留學生 拉黑中國留學生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抱歉我們不露去中國學生 科學無國界的假面具終於被扯破了 誰能想到愛因斯坦的母校 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把中國學生拉黑了 目前世界四大理工學院 加州理工 帝國理工 麻省理工 還有蘇黎世聯邦理工 只要你是中國籍 只要你是理工生通通拉黑 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封鎖 已經牽制到了高校制裁這一步 國務院二號人物坎貝爾甚至公開表示 不要讓中國人學理科 2020年大洋對岸的川大爺就簽署了總統令 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禁止 特定中國留學生和學者赴美 力度幾乎是一刀切 美天時直接秒據 哪怕你僥倖過關也會被強制退學 學業被硬生生打斷 手握民校通知書卻沒有辦法入學 數據顯示每年都有三千到五千名 中國理工生因為惡意打壓 無法前往美 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到來 中美科技競爭註定會是未來20年 這個世界的主旋律 我們必須要全力以赴搶占先機 你說呢 關注我咱們吃高等館 OK,有沒有非常搞笑 還敢說美國怕中國科技 還敢在那邊大言不慘的講這些幹話 如果今天美國怕中國科技 今天就是一堆歐美的來中國的理工大學讀書 今天就不是你們擠破頭想去什麼麻省理工 去什麼加州理工 去什麼蘇理市 類似那些學校 不是 怎麼都是中國人跑出去歐美讀理工大學呢 今天中國科技是最屌的 那就是一堆人去中國取金了不是嗎 而且你不想想 你國政府利用千人計畫 去讓留學生帶任務為中共偷取機密 一堆證據判刑的早就都出來了 沒辦法 你不想被一刀切 請你自己先去推翻你們國家的政府 為什麼要讓這幾千名的學生 安插一些帶任務的特務在裡面呢 你們連自己媒體都有黨支部在裡面了 中共一具命令你敢拒絕 他派給你的任務嗎 台灣政府今天如果要派什麼任務給我 我敢拒絕啦 中共政府派你敢不敢拒絕 你們自己國家是什麼不一樣還要我講 你們今天有自信就不要去海外讀什麼理工大學 你要相信中國最厲害了 中國科技最牛了 為什麼要去上這些海外科技落後的學校呢 自己國家連上什麼推特啊 FB啊 YouTube啊 Google 甚至這個國外的AI 你們都要翻牆了 限制一堆了 連取錢都要被限制 取大還先去公安局報備 公安局同意了你才要去銀行 銀行還要同意你 你才可以把自己的錢領出來 是吧 你們甚至連遷移戶口到北京上海市區啊 市中心啊 三環以內啊 都要嚴格控制的 連搖車號都要嚴格控管的 你拿來的逼臉說外國針對你中國人 我怎麼看都是中共政府在針對中國人 我們話說回來 國際熱點 昨天啊 鄭蜜茹如舉辦的亞太經濟論團 為期好幾天嘛 其中一個環節是請各國領導人上前去拍照 結果小粉紅跟中共官方紛紛在吹什麼那樣 習近平站在拍照的C位啦 拜登站在角落啦 代表東升西落 中國崛起美國衰敗 我看完原片才發現 拜登是最慢來了 所以他也才站在最旁邊 當然也有人覺得 是依照國家的英文字母排序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加拿大也是C開頭了 CA會比CH還來的更左邊一點 好 我覺得不管如何啦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習近平即便他今天是C位 你們看一下原片 根本就沒有什麼人主動跟他聊天 只有主辦方的人通知習近平要做什麼 等一下要幹嘛 這個時候才有聊天 旁邊的領導人 都是自成一圈的各聊各的 互相交流 習近平是這些國家中英文最破啦 啊不能說破 他連最基本的英文他都聽不懂 結果小粉紅之前還敢笑蔡英文什麼假學歷 蔡英文可以用英文的跟BBC的主持人對話跟記者對話 可以在美國演講 習近平你在美國幾次了 你英文演講你也不會 習近平自己連英文都不會說 你看他這十幾年哪一次稍微用英文來講話 不要跟我說什麼 中國人中國很厲害 所以我們全世界都要說中國話 那這次會議怎麼沒有人說中國話 不要跟我講什麼大國之心大國崛起 英文是國際通用語言 這個事情已經是不真的事實了 不要跟我說什麼 我中國人不說英文 你們先把自己的這個羅馬拼音 拼成那個簡體字的那個ABCD給我刪了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搞笑的影片 有沒有非常的搞笑 昨天抖音上面就開始推薦各種爆點影片 說什麼呢 美國總統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 遵守一中原則 維護台海安全 又在偏小粉紅了 我就問既然美國的立場是這麼的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麼的 不支持台灣所謂的獨立 支持中共的一中原則 那你們在反美在反省嗎 你們天天帶風向說什麼 以美論美國把台灣當作棋子 佩洛西登陸台灣的時候 你們又在抗議什麼 你們昨天宣傳的 跟你們平時在做的 完全是兩件事情 你們沒有發現嗎 美國這麼的支持中共國的話 現在你們在跟美國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明明人家美國政府的立場是什麼 美國不主動支持台灣脫離中華民國憲法而獨立 美國不主動利用台灣問題與中共對抗 聽清楚什麼叫做主動 如果今天是中共主動跨出這一步的話 那美國就要對抗你 聽得懂了嗎 而且美國說的 我不支持中共提出的一中原則 美國的立場是支持一中政策 我再說一次 怎麼一堆人搞不清楚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則的區別呢 中共國跟小粉紅說的一中政策是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 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而美國日本的一中原則是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是唯一合法的政權 台灣目前是誰的有待討論 但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這兩個是區別很大的拜託啊 沒辦法 台灣行政機關上面沒有拆五星旗 沒有解放軍在台灣 所以只能用這種錯誤報導 斷章取義的方式去騙那些小粉紅 騙那些舔共台灣人 而拜登明明在會議上還有說什麼呢 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停止在台灣周邊進行 迫害穩定的軍事行動以及軍演 怎麼你們這段沒有講出來啊 怎麼抖音央視沒有播到這一句呢 帶風向 而習近平也在利用這次的峰會 與日本新任首相舉辦了中日會談 我們可以發現 石破帽跟習近平的表情相差很多 石破帽表現得出不太想跟習近平交流 甚至感覺有點厭惡 覺得喔 談話就好了趕快談一談結束 而習近平則是想透過討好日本政府 透過與日本的關係 改善未來與川普交流的機會 但實際上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全世界大部分先進國家都已經知道 中共的暫時妥協或是示弱 則是等支持有能力的時候再把你翻轉幹掉 習近平在會議上也提到了 要日本的首相勇於改善中日關係 但我們可以發現 破壞中日關係的正是中共的仇日觀念 與小粉紅大鬧的日本各種事蹟 對吧 那話說到川普團隊啊 川普團隊也表示未來要防範中共利用其他國家的進口 來規避美國制裁的60%關稅 然後再轉白手套賣到美國 所以他們團隊也提議啊 要將所有跟中共有關 進口白手套轉賣到第三國的這些國家 都克60%的關稅 我認為目前啊 這只是放風聲給那些國家 看一下你們要不要妥協 未來如果你們持續進口等我上台之後 這60%你們要怎麼跟我談 你們要怎麼改善這個問題 不要成為了中共逃避制裁的破口 你看川普團隊還沒上台 就已經把各種可能性都給想進去了 我就問 小粉紅來不來心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老師要見了 掰